而肖清藤用了新鲜的唱唱诠释 王亚廷则是有别于平常歌声高亢的风格 十丝入扣的唱法也让评审对这个小女生越来越赞赏 不过针对情感的部分 杨宗伟跟超偶唱歌情感丰富的江明君 也都曾唱过经典老歌《再见我的爱人》 但这首歌江明娟却似乎没能唱出平常的实力 明娟今天唱得蛮好的 但我觉得给你一个建议 这个歌型它不太是那种层层堆叠上去 然后到最后你要爆发的 可是你用这个方式来唱 会显得后面太傻狗血了 我常常觉得很多人在唱歌的时候 会忽略这个词在讲什么东西 就会把它当成就是哗啦啦就唱过去 但我觉得其实要消化这些词是很重要的 而杨宗伟当时的表现可说是超乎大家预期 所以不但获得了20分 也让当时还没发光杨宗伟被大家看到了 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 他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 他也非常紧张 你看他现在站的样子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站 拿着麦克风手会走 然后手会一直插在口袋里面 来稳定他自己的情绪 可是只要他开口唱歌 所有东西都不欠 除了这首歌 号称女版杨宗伟的超偶选手杨美玉 也曾选唱杨宗伟唱过的经典推类曲 雨天 我选择今晚第一届的杨宗伟 然后我想跟他PK的原因是 因为我不是女版的杨宗伟 我是杨美玉 其实同一首歌 先唱的玩玩比 后来唱的要吃香 更何况杨宗伟唱的让这首歌 也红透半边天 所以即使美玉唱的可圈可点 但好像就差了那么点 不过除了这些 大家都熟透了歌曲 一首让潘玉文在第三次比赛 就夺下17分的黎人 后来在超舞中也曾有人挑战 虽然他是没有进入 前师强的朱兆群 但不得不说 当天朱兆群的黎人 甚至有超越潘玉文的架势哦 朱兆群唱这首歌的时候 已经接近前十强 所以歌声的成熟度 会比当时才刚开始比赛的 潘玉文来得高 也是很正常的事 但他这首歌的表现 也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之一了 除了前面说的这些 还有些参赛者 虽然没有选唱同样的歌 但相似的舞台魅力 也不妨让我们来比一比一 说到爆发力 在星光崩参赛者中 必定会提到杨宗伟 他不只能唱出感情的浓烈 声音爆发力 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从此后再也说不出 我爱谁 但超重灵 宗伯的爆发力 也不是该的哦 他不认识我 你不认识我 最后中心不认识我 但是其实我以前高中的时候 就是有跟杨平安老师 学唱歌 他认识我 他是后来才认识我 但是那个时候 其实我就常常 就会去看他表演 就是还有一次跨年的时候 我还赶场 就是先看完他的 我才去看陶哲的 所以其实就是我以前 高中的时候 就是常常 就是听他们的乐团 那时候他组的乐团 叫Dust Cone 然后我的 我的自己的那个 家里的电脑 还有他的 他们的创作跟歌 所以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宗伯是一个很厉害的 很会唱歌的Rock 虽然说如果有机会PK的话 林宗伯选择 从个老师交出来的林佑家 当对手 但说真的 还是跟杨宗伟尬一下 比较有看头啦 不过说到有看头 就不能不说 星光帮中 最动感的周定伟 跟超偶帮的小阿妹 王雅婷咯 我曾经也说过我 我说我看周定伟 他在跳舞的时候 我才感觉到他 很令人注目 但是我没有想到 他把这两个东西 今天加在一起 Bad Boy Bad Boy 你的怀疑 我不明显 Bad Boy Bad Boy 我 要令你爱 Bad Boy 看看两边的参赛者 各有各特色 如果来上场 真正的PK赛 虽然无法断定 谁说谁 但想必是超级精彩 只不过像这样的 歌唱比赛 当然是这些 有潜力的选手 最快窜出头子 表演舞台 可是相对的 短时间内就发红献想 是否真的对他们 都帮助多多点